大家好,欢迎回到松书新语 那在9月19号,墨西哥在刚刚纪念完1985和2017年两次强震之后进行演习 演习之后,突然又发生了李氏7.7级的强烈地震 这简直是巧合的惊人 三次强震都发生在同一天,都是白天时段 这都让当地的居民开始怀疑人生 919的这种巧合怎么这么巧呢 实际上,根据目前的美国地质勘责局的阵级统计 在9月19号的下午13.05,就是1.05 在墨西哥,米切克州和克里马州的海岸 发生了李氏7.6级地震 镇中位于阿奎拉市的东南方37公里处 在墨西哥城就发生了比较强烈的地震 大家知道我们对墨西哥有什么印象呢 那我对墨西哥的印象可能就是足球,吃辣椒,墨西哥草帽和地震 对,还有毒品啊,那1985年的地震啊,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现在中年人来说都是有点记忆的 因为在那次的墨西哥大地震中啊,整个墨西哥是死了至少是1万人以上 那当然这里边呢,楼房倒塌的数是不计其数了 呃,那次地震呢,是超强地震啊,到了李氏9点一几 当时呢,是早晨的呃7点17分啊,在墨西哥就发生了这么一个超大超大地震 摧毁了墨西哥市中心啊,造成了至少是1万多人死亡 那么在2019年啊,9月19号啊,在也是在纪念1985年这个地震进行演习之后 数小时,又发生了一个李氏呢,呃7点几级的7点1级的地震,那这个地震呢 也造成了300多人的嗓声啊,那这一次呢,在9月19号又是在纪念前两次地震的时候又发生了大地震 你说这个事要发生在你身上,你是不是得有点怀疑人生啊 当然了,如果你要是熟悉啊,墨西哥的位置,墨西哥的地震的情况下 你就会理性的分析,实际上啊,从1985年到现在,墨西哥发生过李氏7级以上地震太多了 哎,但是呢,确实是,呃,所有的7级地震,如果你放到一个XL表里边啊 都在同一天发生的概率,确实是比较低的,可能9月19号是唯一的一次 人们记忆深的原因,就因为刚刚纪念完地震,又发生了地震 当然啊,这个1985年的地震啊,损失是比较惨重的 啊,这里边呢,出现过啊,可以说很多的这个惨祸啊 当时的这个墨西哥总统啊,叫米格尔·马德里啊 他在这个地震初期啊,地震当天之后呢,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拒绝外援啊,美国啊,周边国家拒绝外援啊,给后来这个救灾呢 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但这里边呢,也有奇迹的发生,就是在一个叫啊,华雷斯医院里边啊 有十几个婴儿,在地震后7天啊,挖出来之后呢 挖出16孩子呢,有14个幸存啊,这是称为克雷斯医院奇迹啊 这个故事,给大家简单聊一下,啊,大家看到的我们这个,平常的图片呢 这个视频呢,就是现在的华雷斯医院,那现在的华雷斯医院呢 依然是墨西哥城啊,进行救灾的一个就是COVID期间 一个防疫的主要医院之一啊,那它是重建的了 那在1985年的大地震中啊,这个高12层的主楼 还有其他的附属建筑,包括直升飞机停机坪,雪库,教育设施等等,几乎都倒塌了 那倒塌之后呢,这个医院里边成几百人啊,这个医院当时有536张床位 在这个突然的地震中呢,就被毁毁了啊,那后来呢 这个周边的居民啊,幸存的医护人员啊,周边的人啊,就开始疯狂的徒手救援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设备都没有到位嘛,那么累计发现了561具遗体尸体啊 另外呢,还有188个失踪的啊,当时的医院工作人员呢是266人 住院医师呢是44人啊,绝大多数获救的人呢都是前5天获救的啊 那到地震发生5天之后啊,这个重型设备才到现场 你说这个总统,就是说发生大的地震以后 因为自己的证件,因为其他原因拒绝外国救援这种蠢事儿 在我们周边也发生过啊,那当然这样的话 5天之后大家知道,去外有个黄金72小时,那在这个时候呢 第5天的时候啊,实际上死亡人数已经增加的不行了 你再重用设备过来也别晚了 但是,然而总是有你想象不到的事儿 就在这个地震之后的7天啊,他们在一个就是说这个就是 妇产医院的那个妇产的那栋楼里边,从这里面呢挖出了 从这个就是这个裁员端粒本里,裁员端粒里面呢 救出了十几个婴儿,大概是16个 然后呢,其中有14个的最终生还 那当时呢,已经是地震之后7天了 当然啊,绝大多数的在这个陪护的孩子的母亲啊,或者家属都遇难了 是婴儿,很多就幸存下来啊,这个这个事情呢 可以说是正后啊,激励啊,墨西哥城,激励当地人民的一个啊 非常的这个正面的这么一个事件 他们被称为什么呢,神奇宝贝,或者叫什么呢 叫华雷斯奇迹,是这么一个故事 其中啊,当时呢,有一个母亲呢,已经被压住了 压住之后呢,她全身可以说是一开始推骨折,她动不了了 但是呢,她当时正怀抱着婴儿 她就靠她的唾液啊,为的这个婴儿,无法动她啊 分享她的唾液这个母亲,最后这个婴儿是幸存了 但是她的母亲呢,也幸存下来了 啊,那么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到现在 今年已经85年到现在20多岁了啊,都成年了 那这些人的生活轨迹啊,一直是被大家关注的啊 一直是在聚光灯下 其中啊,也有比较惨的,也有就是说生活的不错的 那这些孩子呢,上学的时候呢,几乎每个同学都认识他们 同学们啊,也不是说同言无忌吗 就问呢,哎,当时你感觉如何呀 实际上你对一个刚出生两三天的婴儿被压在下面 她有什么记忆呢 她的记忆都是后来人们告诉她的 那这个七级婴儿啊,实际上呢,到现在呢 和我们一样啊,也不得不面对疫情 面对这个经济危机 面对低工资 面对毒品 所有的墨西哥面临的这些问题啊 有惨的 有一个叫耶稣的 弗兰西斯科耶稣的啊 这个婴儿叫耶稣啊 他当时是出生两天之后呢 救出来以后呢,腿就不行了 截肢 那他现在呢,也是一直是在顽强的生活的 当然其中呢 这十几个婴儿啊 后来都被医院收养了啊 收养之后呢 有的人后来就成了医学工作者 在回报社会 前面他们讲过啊 我们对墨西哥有很多印象 都有哪些印象呢 我个人对墨西哥印象 除了足球毒品 玉米 那大洋帽啊 剩下的就是地震 我印象中这个85年地震 我还是印象很深的 可能很多中老年人 中年人都对这个有印象 因为当时呢 他们自己的政府啊 说是1万多人 当然民间组织认为呢 可能是有隐瞒 有的说最高能到3万多人 因为当时啊 倒塌了 几千栋房屋 整个在这个 我看我们地图上标出来的 有4个区域啊 倒塌了 就是上千个这个楼宇啊 那么整个这个地震下来 整个程序中心都被摧毁了 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啊 老百姓呢 自我救援的能力是很强的 可以说这个墨西哥地震啊 带来的一个 一个不能叫积极的啊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社会反应呢 就是墨西哥的这个公民社会 老百姓的这个意识觉醒啊 当时的这个墨西哥总统啊 就是个马德里呢 他是试图搞市场经济啊 通货膨胀非常厉害 那么特别也是在救援中呢 他哎成了一个他的一个大bug 那么第二年举办墨西哥世界杯的时候啊 他的讲话遭到了全场十多万观众的喝倒菜 当时是墨西哥体委族协的人都说 我都感到无敌自容啊 就是这个地震没处理好 这大的灾难是考验一个国家领导人水平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一朝十五慢慢结束 这个人的后来呢 就是口碑是比较差的啊 用咱啊 用咱们国家给这皇帝弄封号的话呢 死后的话大概就是利啊优啊 或者类似的这种名字实际上他没干那么多坏事啊 只是呢 他在地震中呢 他的政策不对头啊 他拒绝了外援 还有后边隐瞒等等 隐瞒灾情 就这么个总统 当然说呃墨西哥啊 他是避免不了这个地震的 就像我前两天我们讲四川地震的时候 有龙门地震带 有各种各样的锻炼带 四川人为什么不搬走呢 生就是足足备备在这生活呀 搬不走 像墨西哥城啊 他就是从最早的这个阿斯特克统治时期呢 就建堤坝 就墨西哥城呢 是建在一个湖的中央啊 后来呢 湖水抽干之后呢 整个这个湖床啊 他就是啊 就火山灰组成的这种软土 他整个的建筑呢 就是有淤泥和火山灰沉积物组成的 就是地基就很松散 所以呢 土壤土壤的这个液化呢也比较严重 一地震一晃 你就想想这个类似于这个建筑物建在一个软垫上一样 所以 导致这个每次地震呢都有大的损伤 当然墨西哥自从这个1985年地震之后啊 那开始呢做了很多的改变 一个是提高防震等级 带一个是呢 用大量的这个防震的传感器啊来介入 那么可以说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 从呃 那么9月19号1985年的9月15号造成1万人死亡的地震 到2017年的9月19号是360多人的这个死亡 那么到2022年的9月19号目前已知的是两人死亡啊 有一些人受伤 可以说啊 现代的地震预报系统 包括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啊啊 建筑的防震等级啊等等啊 这种高效的这个 啊现代化的这个防震设备呢 可以说对墨西哥抗震啊 就是起到很大的帮助的 但是墨西哥他处于这么一个所谓的火环带上 地震是不够避免啊 我们可以现在大胆的说啊 我们即使不是印度神童啊 那么但明年的9月19号 一定不会发生里是7点几级的地震了 有人说你这个别乱说明年要发生了呢 我对概率还是有点影响的 说再一再二不再三嘛 即使发生了也可能是刚刚演习完 老百姓的警觉也比较高了 但是我觉得是不再会发生了 但是呢 在明年甚至在以后的时间 甚至在今年啊 墨西哥在发生里是7级以上的地震的可能性 非常大 他没办法啊 那就处于两个大的这个板块的这个 这个交汇带对冲带上 那么地震是没办法啊 那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这就是他们的命运 这就是他们的土地 那好的 关于墨西哥地震的情况呢 和大家聊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咱们下次见